主料,土鸡半脂,辅量,油半杯,酱油半杯,米酒一杯,姜,葱,白糖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将切成末,葱的葱白部分切成小段,葱叶部分切成末,土鸡洗净切块,捉一遍热水,捞出,沥干,把被油倒入锅里,炒香薑木和葱段,倒入鸡块煸炒微孔, 倒入米酒和酱油,放入白糖,翻炒均匀,倒入砂锅中,盖上盖,大火烧开,改小火热烧20分钟到30分钟,大火收汁,撒上葱末即可,烹饪技巧,这道菜没什么技术含量,米酒可以换啤酒,又是另一种味道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